你弄得到的 这些人 这是我女的说言时的 你看看 可还有什么小天呢 鱼还是觉得不妥 所谓尚有所好 下笔从年 这样大张旗鼓操办寿宴 盛上之前的节俭之举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不行 你得去面见圣上 再劝劝吧 千万别 这些朝臣大人 也挺不容易的 要么好守穷精 才能得到圣上青睐 要么诗山血海 才能谋得一官半职 皇后就不要去毁人前程了 你说了什么 我是说 皇后先是圣上的妻子 其次才是丞下 若你真的想劝解圣上 不如 你下回就这边说 自古夫妻本就是一体 难有丈夫吃抗野菜 妻子却吃争修美味的道理 陛下何时 好好地办一回自己的生辰 再来大肆操持 臣妾的千秋也不迟 记住 说话的口气 一定要可怜温柔些 目光目要直视身上 不要像郑城反应直见似的 你这小小年纪 说得什么魂话呀 只剩便是被你这些 哄得服服帖帖的吧 瞧你那一屋子的东西 这是要在这儿建一个 取林侯府的四娘子院呢 皇后 你就让我安心 操办完这次寿宴吧 这样我才能早些归家 此生弄来那一屋子的东西 瞧得我是越发想家了 余才不帮你这个忙呢 你哪是更想家呀 分明是不乐意在这宫中 受拘束 皇后 你就帮帮我吧 余可不帮你 皇后 那一日母后教训得对 儿臣身体发肤 风意全是 据是双亲所赐 无论哪里送了来的贵重礼物 说到底 还是借父皇和母后的事 所以亲自请坊间行舞的大家 编排舞蹈 在府中练了好久呢 寿宴当日就算有不足之处 万情母后当作看不见 多多喝彩就是 你的孝心母后已知 可是余怎么听说 你在洪农郡 圈了万牧田地做庄园 是真的吗 宫外那些荒地 又干又硬的石头瘫 丢出去都没人养 儿臣圈起来 是想让人开取傲地 在戎流流民开墾耕种 既能产良 还能安抚民生 儿臣是想让父皇和母后 看到儿臣的能力呀 福天之下莫非王土 开墾自有臣民 无需你操心 罢了 今日就到这儿吧 余罚了 你们都退出去吧 母后偏心灵不移就罢了 怎如今对个武将家的女娘 比对我还信任 我听说这程少商 掌管长丘宫之后 一会儿折腾田时 一会儿翻地种菜的 母后非但不怪罪 还赏钱财支持她 我想做事 母后非但不支持 还斥责我 那是少商所废 都是有用之物 非为一己私欲浪费 余罚了 退下 那天 Castille 一定是余罚但不认了 叙 è 很多人都说不想过 余首书一封 你与洛娘子送去永乐宫 让岳飞替余照看一耳 是 五公主 诸位贵客 我已禀名岳飞 岳飞安排诸位 建议留宿在龙园 程少少 你可知 饮如金宿的宫殿 原本是我的住处 若五公主想在长秋宫夜宿 我也可以立行安排 不必了 大首母后又要训斥我铺张 永乐宫我还没住过 住两晚也未尝不可 小娘子怎么受伤 怎么了 有车 程娘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 快把程娘子救上来 不会啊 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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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厉害了 怎么回家了呀 你怎么回家了呀 我后不是一直夸你 有才能又贤淑 说着天上有地上无的 怎么今日带个路 都能带进湖里 就是 你们潮在湖上的 跟个水压子似的 我 五公主 再扔不下去 会出人命的 这世上哪日不死人 一条人命而来 做什么大事 这程娘子自己失足落水 我们也不失水性 无法失效 等会儿 要不 你跳下去就 还有啥 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 快点上来呀 快点上来呀 水里真的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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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少 你给我听着 今日我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 我便是冲你来的 今日不过是个教训 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 否则 这次是没毒的蛇 下次便说不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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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否则 父皇没准对你更失望了 五妹 我路过 什么都没看见 我真就路过 你 你也没什么时候来的 这五皇子 这五皇子 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吧 不过是个工人生的猎种罢了 客气才喊他一声五皇说 我倒是觉得 他人的仇娘子还挺般配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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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生 你 要的衣服我都给你拿过来了啊 哎呀 这衣服怎么都湿了 你是去哪儿了 这湿衣服我给你拿走了啊 哎呀 好 之前你住在曲林侯府 我与你相见还少 本以为你住进宫里 我们总能日夜相见 却不曾想你现在日夜忙碌 连送食盒 都是拆小黄门来 现在见一面 比过去还要难 今夜我 我实在是想你了 我今天过来许你 我得不要再过去 我都算的是想你了 你都有一大仇 你才不在哪儿了 你这些不在哪儿? 你去哪儿? 你太力了 你还要是有道理的 你们回去处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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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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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